下议院议长丹斯里佐哈里早前表示 不排除会计出更加严格的措施 提高国会议员的出席率 包括公开议员的出席记录 或是冻结缺习惯犯的津贴 希望太平区国会议员黄家河就认为 这是个很好的举措 同时希望议长能够修改议会常规 也公开公帐会和国会领选委员会的聆讯过程 彰显国会透明公帐 一些国会议员频频缺席国会在我国 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虽然议长常劝诫 但依然起不到实质作用 为此下议院议长佐哈里说 国会正在进行研究 不排除在未来寄出一套严格措施 来提高议员的出席率 其中几项措施包括在国会官网 公开全体议员的出席率 一旦缺席率过高 就会冻结有关议员的津贴作为惩罚 西蒙太平区国会议员黄佳和表示 这不实为一个好的开始 可以的话 他希望国会能公开公帐会 及临选委员会的聆讯过程 好让大众也扮演监督的角色 议会常愧是死的 我们现在要跟着这个前进的步伐 去走的这个时候 我就呼吁国会 特别是国会下议院议长 必须要尽速修改这个议会常愧 以让所有临选委员会的这个聆讯 可以公开的这个进行 公开的进行的底下 也可以展现出立法机构的 这个进步和开明的这个态度 黄佳和今早在太平出席活动时说 他希望国会能修改议会常规 以网络直播的方式 公开公帐会和临选委员会的 聆讯过程给大众观看 他表示目前议会常规 是禁止公开聆讯过程 导致一些报告拖了大半年 都还没出炉 他相信如果让聆讯过程透明公开 不仅能让大众监督施压 也好让人民第一时间了解 受传召部长和官员 给出的说辞和看法 掌握事件的来龙去脉 这个是十分的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是部长 还是政府的高级官员 来到公帐会 还是来到任何国会临选委员会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说法 他们的这个代表政府的这个意见 他们的那一方面的那个说辞 必须要在第一时间让人民知道 黄交和指出包括公帐会在内 国会共有十一个临选委员会 尽管他以往身为公帐会主席时 多番要求让聆讯过程公开 但依然没有下文 他认为每一个国会临选委员会的责任 都十分重要 因为他们是以国会立法的身份 来协助和监督政府的行政 而委员会的成员 也包括来自朝野政党的国会议员 als员队员会议员跟结果